Terry上個月帶朋友在拍賣網Carousel 以58,800元 放售一支近期熱炒的日本威士忌 在年份30 Channel C 之前報導過 支票檔涉嫌握走價值大約6萬元的日本威士忌 在30年 引起列酒收藏界一陣轟動 原來威士忌近年炒風顛過勞力士 更加拍得住Bitcoin 有炒家短短四年就賺了200萬 想知記得訂閱Channel C 說起威士忌 很多人都會想起007系列的電影 因為這款被譽為全世界最珍貴威士忌的 蘇格蘭麥卡倫 經常在電影中亮相 別以為威士忌是老一輩的人之喝 其實今年在小屆都流行喝 還會買來收藏和炒賣 原本做樂器買賣的Dixon 2013年在台灣工作的時候 第一次接觸威士忌 他說台灣人都很喜歡喝 但沒想過自己越喝越喜歡 之後變成投資者 現在還做老闆 一開始比較喜歡的味道 那種味道叫泥梅 覺得它比較重口味 不太容易接受到 但是慢慢地都覺得它特別 因為它的味道有點像正路遠 消毒藥水 可能普通人接受不了 但是當喝越來的時候 發覺它的風格很獨特很鮮明 所以一開始就比較喜歡這種風格的威士忌 自己一開始沒想過 如何去投資 或者去炒賣 一開始大部分人都是 飲用為主 當你越買越多的時候 自然發覺 酒是會有升值的潛力 於是四年前就開始投資威士忌 到現在賣了超過一千支酒 保守估計賺了至少二百萬 他說最深刻的一支 就是麥卡倫的Folio 5 由於酒廠在2015年 以檔案系列推出 每年只發行一冊 計劃發行二十四冊 吸引全球威士忌收藏家熱烈追捧 加上當時Folio 5 是同系列首次有行貨流入香港 所以一出就火速被炒起 當時離子酒大概是2019年尾 自2020年頭推出的 當時的售賣價大概是 2900多元 即是大概3000元左右 大概幾個月至半年 其實它已經升到去 市價大概6000元左右 當時的賣價可能因為 上便宜二百元 港價港二百元 但是當時自己覺得 這支酒不需要因為 便宜二百元而賣 真是兩三個月 一下子就升到上過萬 現在的酒已經升到超過兩萬元 是Dixon收藏的一百支酒入面 勝負最高的一支 他說現在收藏的酒大約在四五年前買 當時總共用了十幾萬來買回來 現在已經升到五十幾六十萬 威士忌升值 亦都帶動陳年威士忌酒桶價格飆升 他就看準時機 兩個月前跟朋友 夾粉九萬港元 買了蘇格蘭一間酒廠的酒桶投資 預料將來 有很高的升值潛力 當然開心 因為始終你的財富有增長 還有有時候 證明到自己的眼光 錶拿來帶 珠寶也拿來帶 或是古董或是拿來存放 威士忌是真的可以飲用去享受 有些酒可能當時沒有太多人留意 自己也有買下來 因為自己喜歡喝 所以就先買了 當時真的沒有想太多 真的買一買就發覺 突然升了一倍兩倍三倍都有 都會是意外之財 但現在譬如自己也開始分開 收藏投資飲用都分開了 有支真是純投資 那些基本上真的不會開來喝 就是賣了去 可能拿回一部份的錢 又買一些投資的酒 有一部份的錢就拿來飲用 反而這樣就會開心一點 不過就是說 買這些酒是純炒賣的 一年前 他更加創立了拍賣網 主力買賣威士忌 每個月還搞網上拍賣會 吸引了不少同好參加 由最初每個月賣6至70支 到近來每個月150支 即使在疫情下都有升無跌 生期現在推出的2021都已經上網訂了 根本他那支不是少數 8000支的東西都還要上網 每天在抽 看看是否抽到你 加入炒酒市場的 還有Kiev 小時候開始喝酒的他 在2016年看到威士忌價格急升 於是開始鑽研 三年前 還跟弟弟阿勇開了酒店 主力賣威士忌 他們就特別看好日本的威士忌 其中日本著名酒廠釀製的響 都勝得很厲害 這支響的白露 這支基本上是在機場才有的限定版 當時賣大概是港幣2000多元 現在這支已經過了9萬元 9萬元 它升幅大概有40倍 我想除了比特幣藝術品之外 沒有一件事勝得那麼厲害 這支也是響的17年的花鳥系列 也是一個機場的特別版 其實它跟響的17年是一模一樣 只是瓶不同了 當時在機場免稅店買 大概是2000元左右 現在已經過兩萬元 升幅都超過10倍 是很厲害的 響自2003年起 一直獲獎無數 響30年 和響21年 更多次獲得WWA世界最佳調和威士忌獎 因而聲名大操 加上在12年和17年相繼停產 用來調配的機酒少 令酒價不斷急升 日本威士忌入面的大哥大 山崎55年 又怎可以不說呢 一支歷離酒靈最高的山崎55年 2020年 在香港以破紀錄620萬港幣 拍賣價成交 為日本威士忌奠定了重要地位 不過最令人震驚的 還有這個全套54支 羽生伊之郎啤牌系列 同樣在2020年 以1189萬成交 刷新威士忌系列的世界拍賣紀錄 全購只有5、6個人 擁有了整套 而KEYEP就珍藏了其中三支 因為我自己最喜歡穿Jogger 所以我對這兩支特別有情有獨鍾 當時推出的時候 這支是比較便宜的 這支大約2000多元 價錢我買回來 那時候第一支 另外一支我已經是 20000元才拿回來了 這支我記得我買的時候 是6000多元 應該是 2014年左右 那時候入 現在這支的拍賣 已經去到六、七十萬 最令他猜不到的 就是日本興井澤徵留所 在2011年正式宣佈閉廠之後 當時僅餘的大約400桶原酒 賣了給法國、英國 和台灣三間公司 由於量少、質徵 所以之後每次出酒都很觸目 企業當初入市的時候 就剛剛炒起了 我想我賣 興井澤徵是 賺得最多 因為 在一開始那時候收 只是覺得 這個廠已經 不再開了 還有它的酒標真的很漂亮 之後開始認識了 其他的收藏家 看到市場空間 升得很厲害 我想 不要說它賺得多 但是那幾支酒 就算你入貨再貴 令到我 好像我賣10支酒 就等於我賣了一棟樓 即我賣了一棟樓的價值 我賣了一棟樓 他認為威士忌會一直升上去 因為它始終是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當作一支酒是30年 它都用了30年的時間 你不會再找回70年代 到現在的30年 就算同一個酒酒是否可以做回那時候的味道 是不會的 水質不同 做法不同 蒸餾器可能有改變 所以你現在買到的收藏價值的東西 是時間的味道 其他炒的東西 多一倍 而且那樣東西會out 就是不會out 而且它升得真的很快 10倍20倍30倍都會有 著名威士忌課程導師Tiger就說 威士忌是15-18年開始升 主要因為酒廠停產 關閉 加上飲食的人越來越多 而且受到國內人的青睞 令威士忌需求開始 形容現在的聲勢 不是最瘋 我感受到現在是第二波的味道 中國一旦開放了整個威士忌市場 所以如果內地一興 就會迎來第三波的爆發 非常貴的年代 即現在我們覺得很貴 即將會進入到超貴的年代 還說現在是一個好的投資時機 在威士忌行動中 你仍是可以 收到一些舊酒 賺取當中的駕叉 麥卡倫 阿伯 加熱炒的Spring Bank 還有日本那間的 Diff Chichibu 酒廠 其實如果你買到他們限量版的東西 基本上你都是砸硬的 不過他也提醒 新手千萬不要盲炒 因為過去都試過 就算是知名的酒廠 都會炒焦 就是麥卡倫的新年那支W版 大家都吹到好像很限量 但其實如果留意酒的本質上來的話 其實是一支很普通味道的麥卡倫 當時有人炒到想賣二千多 但市場覺得不值得 一會就回落到一千多 所以就會焦了一點 如果慢聽慢入的話 就會產生這個問題 所以無論炒錶炒樓炒威士忌也好 都要先有所認識 不要人炒你又炒 盲球烏鷹般撞過去 否則隨時糟糕 大家對炒威士忌又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言給我們 記得LIKE SHARE 訂閱我們 下星期二再見 被刿知了 後期三多 乾amen 一分鐘 後期三十字 又隆 四十字 反正 反正 後面 走